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心态 如果我们不改变 我们是在海洋中的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们是没法面对接下来这个时代 大家好 我是好明毅 今天很高兴参加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这个活动 我要讲这个题目叫做从另一个方向看台湾 为什么说另一个方向呢 因为我有个方向是在韩国出生的关系 就先很快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在韩国釜山出生的 因为父母都山东人了 但是他们那个很早就去韩国 后来韩战的时候他们就从首尔就一路就南下到釜山 所以我是在釜山出生的 然后一直在釜山就读小学中学到高中毕业 所以这里有张照片就是这个 如果你们看过一部韩国电影叫朋友 那朋友那部电影就在釜山拍的 那朋友的开场 那个那两个主角去游泳的地方 就是我这个照片拍的地方 叫松岛 那这个那时候我跟一些高中同学他们带我去的这样子 右上角这一个就是我应该是高一吧 高一的时候的照片 所以我在釜山住了十八年之后就 高中毕业后就来台湾读大学 所以读了大学之后 毕业之后一年我就进了出版业 那这是这个当年在我第一个工作叫长桥出版社 那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摄影家 叫梁正居宝拍张照片 那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到一个2001的杂志 科技杂志设工作 然后又到中国生产力中心编译本生产力杂志 之后就到了时报出版公司当总经理 然后再到台湾商务艺术馆 去做总经理跟总编辑 然后之后就在进商务的时候 就同时创立了大块文化 所以转眼时间很快 二十五年过去了 那回头看的韩国那段生活对我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应该是非常多 尤其是少年时候嘛 成长的时候很多个性 当然都会受那边的一些影响 那如果要讲个关键的话 我还是会讲在个性上 我受一个韩国老师的影响很大 他有一件事情对我的这种 产生一种明刻性的这种印象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做磁富荣 就是磁水的磁 光复的富 光荣的荣 那他是韩国人 他的父亲叫磁青天 因为在韩国独立运动里面 他化名叫李青天 所以韩国人一般称他们李青天 总之他父亲是韩国独立运动里面 算是英雄级的这样的人物 那所以他从小就跟他父亲到东北抗日的关系 从韩国就到了东北再到了北京 所以整个包括韩国在上海的临时政府 他们都有参与 韩国人叫光复军 就是整个的他们有一支军队 那当时为了抗日在中国到处这个活动 移动 就叫光复军 所以磁老师呢就是讲的一口金片子 那绝对是比我讲的这个普通话还要标准 然后呢 当然当年上 他教我们是韩文课 教我们学韩文 那他为什么会跑到个华小学校去教书呢 也是因为他们就是光复之后 他回到韩国去 当然就发现 就政治啊 他觉得不适合这种从政啊 这些他就嫁人 然后后来当然也是韩战就到了福山 所以他就觉得在他自己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在中国的时候 他觉得受中国文化 他跟中国人的帮助很多这样子 所以他就想说那他在这里 他也来到华 华侨学校来教一教书 然后也算是回报这个 这个当年在中国生活的一段经验这样子 那赤老师他是我 那个时候我们叫初一了 还不是国一 就初一 初二 初一跟初二的导师这样子 刚才讲过他主要叫我们韩文 不叫别的东西 可是呢 我就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意外的机会就受了他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是我们的机认导师嘛 也就像刚才给各位看到那个照片 就我们在釜山就是因为靠海 所以就常常的课外活动啊 导师会带我们就到这个海边去玩耍 那有一天我们就到那个海边去玩 那别的同学当然都跑到海里面 就是说去吸水啊 然后就就就在海边玩玩一玩这个浪水啊 这些 然后呢 我因为下不了水嘛 所以我就在岸上沙滩上 所以呢 就是无聊嘛 就是要找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就拿些沙子 就把一些同学的鞋子给埋起来 等一下叫他们找 可是到了后来要回家了 然后呢 大家找鞋子忽然找不到了 大部分找到了 当然大概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然后两个人的鞋子找不到 就一直找不到 哇那个大家很急啊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那个鞋子也被埋在沙里面 那这个是天都傍晚了 都都都比较就是黄昏了这样子 那更急了 那越早就反而更找不到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过来了 是一个韩国人 韩国人就是很爱喝酒嘛 所以那个人过来的时候 也是喝得醉醺醺的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他看 刚才讲过都是初一初二吧 都是小这些小矛头 然后呢 再加上 那老师的个子很矮 大概一米五左右吧 这样子 都是很矮的 整个是一个很娇小型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又已经上了年纪嘛 这样子 所以就像照片里面 那这当然都是后来的照片了 但是当年也是一样就很很很矮的 结果那个醉汉呢 就说啊 你们来找什么 找鞋子吧 拿那个 他打了 找 我们遍寻不着的那些鞋子在他手里 他就说啊 你们要来拿鞋子吗 然后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我也不太记得他到底讲什么了 反正大人就不好听 这样子 后来呢 我就看到 我就想哇 这怎么办呢 这么个喝醉的人 那个大汉 然后拿个鞋子 我们的其他的都是些 出出一出二的一些小孩子 这样子 孩子这样子 哎 我活人间就看到那老师 就就走过去 就在那个晚风中 就啪 哎 给了他一个耳光这样子 哇 我在那时候真的是 就那一刻就变成了一个 我再也没法磨灭的一个记忆了 就怎么会在一个那种 黄昏的时分 有个个子小小的一个老太太 然后就走到了一个个子 比她高很多很多很大的一个罪悍的面前 然后就那么 也不能讲坚定 也不能讲什么 就是很自然 就是就是那么一巴掌 啪打上去了 哎 那个人接下来就乖乖的把鞋子 还给她 那个 那那么一刻的事情 从此成了我这个 就没法磨灭的 这个回忆 所以后来我做很多事情 或干嘛 常常 就做一些自己觉得很挑战的事 总是 不管多大的人物 不管是 怎么样 你在做一件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不会顾虑到对方的体积 力量 或者各种东西 比你高出多少 你觉得就是要做 这件事情是大概我在韩国整个呢 18年求学里面 我另外一个老师 那是小学的时候对我影响是启发我阅读 之外 我就是这个老师 池老师 我觉得他真的在做人 或者是就是说一个人在面对一种挑战或困难的时候 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那当然我在韩国成长也会经常也就后来想所谓对比 这个韩国啊台湾啊这些的一些东西 那当然我们这台湾跟韩国都是所谓的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他那还是不一样 就说尤其是韩国人在一些形式上 其实当然他们这个比台湾还严格吧 就大家看韩剧就知道 就说你要在长辈面前喝酒还要别过头了 这些好像到后来韩剧流行了 韩国电影流行了 在台湾才可以感觉到 但是在1974年我来台湾 换句话说 1974现在已经将近50年前的事情了 刚那个时候来台湾就说我反而是吓到 我说去同学家 我记得有个同学住新竹 我第一次去新竹家那个同学家的时候 看到怎么这同学在他发命名前可以抽烟这样子 然后我就吓到了 怎么会在他发命名前可以抽烟 譬如说这样子 就同样的是 当然他们就在韩国的时候也经常走在路上就会有人来问我 说你是这个华侨吗 说对 然后那个好那马上要把我拉到个角落去干嘛呢 他们就要拿出一个字 汉字来 你要认不认这个字 他们就往往往 经常找一个很冷批很那种那种根本不会用的那种字 但是你答不出来他们就很高兴说 就是你看我都答不出来 因为韩国人是非常就是他们就是说我们看清朝的时候就知道 就是说明朝亡了之后就是说其实韩国人是整个是认为就是说 清朝把明朝亡灭的时候他觉得整个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存在了 对啊 华夏文化在哪里呢 就在韩国 所以甚至就是韩国很长一段时间在明亡了之后他们所封的正硕 当然他也没法再封这个明朝的正硕 但是那他们都怎么历史上怎么自称呢 都写后几年 就是后两年后十几年后什么五十年 什么后呢 指的就是明亡了之后的后 就是崇祯掉死了之后的后 所以你这样就知道就是韩国人其实他是非常就是把他们是 所谓的儒家文化的这种传承者 是自居的 所以这个两地都是受这种儒家文化的这个影响 但是感觉是很不一样 那台湾的话 其实反而是更随时代的调整 而有很多的这种调整 那韩国呢反而是守着很多东西 就是包括商礼 包括很多的东西 反而是他们这个东西 守着反而是更更更更守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就是韩国跟台湾都在 都是在这个二战之后的所谓的某种废墟中 重新站起来 所以两边都是这个发展经济 然后都是靠美元 韩国是韩战之后 台湾那也是就是靠美元的这种支持 但是两边呢就是经济发展的路呢也都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他们都是这种瞄准的出口的成长 但是他们韩国呢就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们非常强调第一 那韩国有个很大的企业叫三星嘛 我们大家就知道三星集团 三星集团的前身叫做第一毛子 就是做这个纺织业了第一毛子 那就是三星集团的这个老会长李炳车他所创立 这换句话说他当年韩战刚结束的时候 他要做的毛料的衣服要做的这个纺织业 他就要做他说他要做到就是英国等级的 那台湾就是韩国中文人士 韩国的经济发展他们一做就是 反正所有的企业就是他们要做世界第一 日本企业他们就是要瞄准日本要超越日本 那台湾不太会 台湾当然我们的优秀的企业家 反而会强调要做老二主义 就是不要这个太冲到前面就是 比较play safe 就是说那知道哪些路是别人走过的怎么样走 我们走的比它更好 那韩国不会在韩国假如你讲 跟企业讲说老二主义的 那他们觉得是绝对没法接受 一定有节日 节日就是第一 所以他们也是这个 去餐厅也是一样啊 去什么点菜 一定要问老板 老板你们家节日好吃的是什么 第一好吃的最对 反正这就是他们 那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 虽然我们常讲韩国什么台湾都是四小龙 如果今天你在跟韩国人讲说 我们都是四小龙 他肯定要翻脸 谁跟你四小龙啊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变成这个OECD 这个这个这个 他们就是完全已经 尤其他们就是以1988那个奥运 开始这个当个起点 他们就是所谓的要这个 让国家整个的改变体质要这个 要变成一个 就是他们要变成先进国家 往这个路子上这个迈进 当然了就是说 所以这也就是韩国跟台湾不同 他们不 他们急嘛 然后呢也就急着赶路 但他们也会摔倒 所以在1997年左右 不就有一个那个亚洲金融风暴嘛 亚洲金融化就把他们重重的摔了一大礁 那当时他们都自称的是一次第二次灭国 第二次亡国之池 那是很严重的 可是就他们的 就是两边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台湾就是一直在稳稳的走 我们的路就不会摔这种礁 然后韩国就急着要走 然后通通摔了一大礁 所以大礁之后 他们又可以很快地趴起来 又透过影视的发展的这些东西 对 就又重新站起来了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两边 当然都是在1980年代中左右开始 所谓的民主化 台湾叫做解研嘛 韩国就做民主化这样子 但当然也是不太一样 1980年之前 韩国就非常强烈的 韩国他们的个性就是 街头的示威 大学生干嘛 那就真是无日不为之了 就是这种激烈 台湾相对来讲是非常温和的 甚至连政权交替都知道 1980开始民主化之后 你想想看非常激烈 普正西就被这个 也可以讲暗杀吧 也可以反而做不 不知怎么样呢 就死掉了一个总统 然后再想想看 后来他们的一任任总统 简直没有一任总统 不被灌到牢里去的吧 简直是 简直是当总统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就是说不是进了牢里就是死了 就是入学还自杀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激烈 台湾呢其实就相当平顺的 没有啊 我们没有总统 这个当然了有一位 这个阿扁 但除此之外就是说 没有像不像韩国这么激烈啊 被进了牢里啊 这些事情在台湾 就基本上台湾是这个政权转移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 但在韩国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这就是不同 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就是说 我这个也是2018年吧 我出了一本书 那本书哇 让我大开眼界 就说 这个韩国的这个作者写得太好了 这本书叫做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这个作者呢 是一个韩国NBC的记者 叫李荣玛 那因为他是电视台的记者 他长期在做 然后呢知道 国家政权这种轮替之后 不断的政治人物想把手伸进媒体 诸如此类的他在抗争这些事 就是台湾开始说 认识他的开始 但他写这本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也就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就他真的是非常深刻的 思考跟检讨了 到底韩国跟一个社会的发展 怎么样来到了今天这一步 就刚才讲的韩国就是在战后 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各种的转变 是非常大的这个政权的轮替是非常这个 激烈的嘛 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 那个就是韩战之后的 当时他们的总统叫李承晚嘛 还是刘美的回来这个博士 那就被这位军人 戴中间戴这个墨镜的叫蒲正熙 就他发动军事政变就上台了 从此之后就说就是他们就是铁碗 蒲正熙就是铁碗统治 下面呢抗争也是奋力抗争 那最有代表性的故事 当然就是一个叫金大宗的人 就是实在跟这个蒲正熙 所以当时当年这个这个选票一度差一点 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呢蒲正熙对视他为一个大敌 结果呢金大宗会跑到日本去演讲的时候 被蒲正熙派了人 把他从日本绑架回韩国去这样子 那当时有人是说准备把他绑了 就丢到海里去了 不过因为正好是说美国他们就即时发现 警告他不能丢到海里 所以总算把他带回韩国去 所以想想看对待一个政敌 就这样的到了 从韩国派人到日本去把他绑架绑回来 就是韩国人才会发生的这种事情 那这样的当然说抗争的人 也就会同样的非常激烈 所以到最后已经碰碰碰就是 蒲正熙最后就终于在执政多年之后 还是不幸被他的手下刺杀了 之后就换了全斗换了 盧泰宇 金永山 金大宗 一任任总统 就刚才讲的都是那种不得善终一样的局面 而这个记者他在反省的一个事情是说 他在问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民主化了三十多年 为什么政权轮替了这么多次 为什么执政党换了这么多次 为什么总统换人座换了这么多次 但是国家跟社会却总是在原地打转呢 他做了一个分析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说不管政权轮替执政者是谁 他都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他要政绩 什么政绩呢 一般上政绩没有什么 就是要求经济成长 各种成长 出口成长 什么外汇什么存底的增加 什么这种此类的 各种这种经济商业方面的这种成长的数字 所以他一定会要求这些经济官僚 去帮他达成这些数字 那些官僚他要怎么达成这些数字呢 他有那个精神真的去照顾中小企业 去怎么帮助 什么社会上需要的各种人吗 太慢了 太远了 对这些经济官僚要讲 他们要达成这些数字 最好的最快的方法 就是去找大企业大财团 因为他们手上的 可能做的事情最多 话题最多 所以呢 经济官僚呢 干脆就把这些资源条件都提供给大企业 那大企业拿到的资源 就拿到的好处 可以马上创造一个比较明显的 出口成长的数字 可以创造一个明显的这种媒体 觉得感兴趣 有所谓的未来性 或者是什么有亮点的这种成长 所以大企业就会回报他们这些东西 那这样的当然他们就会有 可以上级交代 就有了政绩 那还不止如此 他是说 所有的官员呢 最怕的东西是什么 最怕的东西是媒体 币国也是一样嘛 我们也是一样 要看报治国嘛 一定要看这个官员们要看 看报看媒体的反应是什么 现在当然搞不好是要看 看脸书治国 最重要的是怕媒体 所以那些大企业就知道 好 要掩护你 所以干嘛呢 所以大企业就会 或者是用广告支出 来收买媒体 或者干脆他们就自己去并购媒体 或者自己创立媒体 总而言之要用媒体来掩护这些官员 用媒体来掩护自己 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 经济官僚 既得利益的大企业大财团 还有媒体 这三者就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铁三角 是他们 所以他在讲的是说 不管政权轮替之后 到底是谁在台上 谁在当总统 你竞选的时候 不管你拿出了什么主张 一到了执政之后 你就必须要看这些人的眼色 所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子的打转 有没有很熟悉啊 台湾就是这个解研之后三十多年了 我们回头看看 有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有没有太多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 当然李荣马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出了非常多一些很勇敢的 非常颠覆性的要怎么样打破 这个结构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就是我讲韩国人特别的地方 非常他们敢这种往前面这个尝试摔跤了 他们会这个爬起来 但台湾当然就是不一样 我们就是台湾非常讲究这种稳扎稳打 然后这种一切的就是在一种稳定中 就台湾非常强调这种稳定这样子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 有一点不习惯说这个就是这个对比太大了 但当然后来后来就完全习惯了台湾这个 现在当然我经常看韩国会就觉得 虽然冲得那么快 但知道就是说它也会有它冲得快的好处 但是也有它冲得快的种种问题 像他们现在还是就是说 韩国普遍的当然中小企业的这种结构组织 就是应该是不不如台湾的 那就是像他们的稳议 虽然是迈进了所谓的这种开发国家 国民所得也成长得非常高 但同样的物价也高得不得了 所以我的韩国朋友来到台湾都会觉得 天呐这台湾 台湾只会便宜成这个样子 每个人都觉得台湾简直是便宜的不行 但也从这里 每个人都觉得台湾便宜的不行 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只有一个东西 是所有的韩国朋友来台湾 都共同承认的 两个事情 第一个都承认 台湾的物价比韩国太便宜 便宜太多 第二个普遍都承认一点 就台湾的房价也比韩国高太多了 就是说尤其在那个相对的标准 就怎么会在他们都好奇 怎么会在一个物价 它这么各种十一柱形的物价 这么便宜的地方 房价却唯独的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所以这一点呢 其实我后来写过一本书 叫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就有点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就是台湾 当我记得我这本书的书名 有一次那时候去访问李远哲李院长的时候 我说要写一本书叫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 他问我说难道台湾的四周不是海洋吗 几乎每个人都会反问我这个问题 但真的不是 台湾是一个四周都是海洋 但是基本上心态上是一个完全是陆地的一个国家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澎湖 你如果去看看澎湖的这些单位 这些行政单位 澎湖明明是一个个的离岛 结果呢他们的行政单位上还写着什么 村 村庄的村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的陆地思维是非常强烈的 当然这个有种种的因素 大量的49年之后大量的人从 尤其是政府的这些上层的人员 都从大陆那边撤退过来 所以当然就是心态也是一切 包括我们的宪法包括所有的东西 当然都是以那个大陆的架构来设计的 也来执行运作的 加上来了台湾之后 比如说因为怕这种匪谍啊 怕这种这个路线的人上岸啊 所以我们台湾四周虽然是海 但是所有的海滩都是禁地嘛 都有这种怕这个被人摸上来的这种危险 所以要大家保持距离这样子 所以我们虽然四周是海 却是背对着海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啊 所以既然是村 自然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海洋是珍贵的 我们觉得土地是珍贵的 所以我们一直免不了有土私有财这种观念 所以房地产当然在台湾永远是一个一个过去 大家都称它叫火车头工业 其实当然也不是 只是它为了要每期名曰火车头工业才能够凸显它的价值 所以呢所有的这个东西是光这一点就是特别 说台湾各种这种保守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要求稳健的这种心态 特别都具体显示在房地产上尤其是一个代表 也因此就使得房地产是一个是变成台湾永远不变的这种 这种储蓄理财跟这种各种的这种工具 所以才会使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房价是永远是跟这个物价不成比例的这种高 并且品质又真的是很不成比例的不好 但是我们都非常甘之如鱼 而并且就是光以这个房地产又吸取了大量的社会的资金在里面 所以其实整个社会的动能也都会跟着这个受影响 那当然是这种东西都会相对的跟着减弱了我们这种在个海洋中的国家 所应该对外想要扩展发展应该具备的冒险精神 所以这一定是相互违背的 你一个重视私土有土私有财 一个重视所谓的房地产这样的 那跟一个本身处在一个海洋中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有的心态是完全相背的 所以同样刚才讲韩国还不是四周都是海洋 韩国是半岛型国家是山面是海 我的釜山那个小时候住的釜山就是海港 看釜山海港就知道 釜山海港你去看就跟欧洲或者美国的很多海港一样 里面游艇都满满的大家是要 那台湾难道是没有人玩得起游艇吗 不是啊 在台湾哪个海港有那么多游艇 我们没把海洋当成一个探索的途径 没把海洋当成个生财的途径 也没把海洋当成个娱乐的一个环境 我们完全是不是在海洋中 我们是一个海洋中的一个农村 所以并且还要面对真的台湾是面对海洋的时候还会破坏 对你看台湾只要看那个我们看那个北 这个北部的海岸就好了 对啊那个破坏的是多么的严重 所以这些情况都是我觉得是台湾接下来 如果对比像韩国的情况的话 就算我们不要像韩国人那么直顾着冲 然后呢这个又常常跌倒 我们想就我们不想那样 起码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那么习惯的这种陆地思维里面 要调整一下 真的要调整往海洋的思维来调整 陆地跟海洋的思维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 陆地总是认为稳定是世界的常态 陆地思维就是说只有地震来的时候才是立万 而地震并不是常来的 但海洋思维的话就正好相反 你在海洋上浪的波动是常态 所以怎么样能够思维说在海洋的思维中 要习惯自己面对这个环境不断地在变动 不断地发生变化 然后呢不断地因应它 这才是海洋思维 那并且现在来讲疫情 这个传染病横扫全球 其实它本身就在提醒我们 陆地思维已经过去了 再不能回来了 不可能就是说 经过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可能再回到重庆 但是你想想看 台湾现在呢 我们大家还只是 意味注意的只是 每天确诊人数多少 死了多少人 当然很重要 他们从来没有去探讨 没有去仔细思考 不只是到底发生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 更重要的是 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走 我们现在想的还都是只是说 疫苗足够了 大家怎么 疫苗的覆盖率达到多少 我们就可以再过正常日子 正常日子已经没了 就说现在开始的这种变动的日子就是正常的日子 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心态 如果不改变我们是在海洋中的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们是没法面对接下来这个时代 也在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之后的一两年吧 我又写了本书叫《大航海时刻》 就是也是想下一步 就是如果我们开始认知台湾的四周是海洋的话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陆地心态的话 就会觉得海洋是一个把我们世界隔绝的一个壁垒嘛 所以我们是一个孤岛 但是如果接受海洋就不是啊 海洋就是我们的通路啊 我们四通八达的通路 那台湾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呢 也没那么差 尤其在经济上 就是大约在19... 就是1980年代末之前 就1990年代之前吧 就像你看那个时候因为中国还是叫做铁木 我们也没法去 所以呢 台湾的商人开发我们的这个出口也好干嘛 各行各业 从电灯炮到脚踏车到电脑 其实我们是提着皮箱全世界跑 所以画了个图就说台湾是往东看 往北看往南看就往哪里看 只有往西不看嘛 当时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对立跟格局 是往西不看 没法看 但是呢 但是呢 进了90年代之后就不是了 就一下子 所谓的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 当然80年代就开始 当然90开始更加速 一下子改革开放那么多各种条件 一下子台湾的商人发现 哇全世界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提着皮箱去非洲呢 去中东呢 到了对岸讲同样的语言 吃同样的东西 晚上可以同样的可以唱同样的卡拉OK 玩同样的娱乐 这太好的地方了 完全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一个 复制过去我们所习惯 我们所有的生活工作这个地方 所以台湾就变成相反的就是 只知道往西了 往西看的 往别的地方看呢 反而都觉得是一种麻烦或者什么 所以一样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是应该 东西南北看 有的时候有的行业 有的工作当然要往西看 但更多的我们觉得 必须应该是回到海洋 思维把海洋当成四通八达的同路 本来我们就 还怎么可能只往水流 只往一个地方流 我们当然是要往四面八方的去发展 那最近呢 那韩国跟台湾比较的话 我也想到 我们最近出本书叫台女 台女这本书呢 就说 我们还做了个这个展览 今年在疫情爆发之 正好就在今年的五月初的时候 叫女人无惧 就是台湾的女人 我觉得韩国跟台湾的女人的相比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 就是韩国的女人也是 当然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但是呢还是一样 就是说 像我妹妹嘛 她来台湾她去幸福的事是什么事呢 她说啊 竟然我可以不化妆就出门买菜 这样子 我觉得她享受了 她甚至她说可以穿拖鞋出门去买菜 在韩国不行啊 你不化妆 还穿个拖鞋 女人出门 这简直是啊 太没教养 太不行 所以韩国女人 基本上就是也是束缚很多 那台湾女人叫台女 尤其就做这本书 我就觉得是 我们出版这本书 我就觉得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台湾的比较有海洋思维 我觉得好像都呈现在女性身上比较多 台湾的女性反而是比较 相对男人来讲 这种冒险的精神 或是什么东西 反而我觉得是非常这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像这本书里面 就是介绍了很多女人 我就讲几个例子 像这个女人就是说 开个店 讲什么 对吧 他不用特意追求零瑕疵 那只存在云端 很哲学的话 那下一句呢更棒 他就常常有人跟他讲说 你真的很欠干 但是呢 他回答什么呢 对呀 可是你又干不到我 哇 就太棒了 太帅了这句话 这样的话 我相信韩国女人 没办法在书上 公开场合 他会这样讲 还有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很多照片拍得非常好 但我觉得 印象很深刻的照片是这个 这是个女孩子在澎湖的一个地方拍 我就在那么阳光明媚的这样一个地方 她拍这一个 她是一个音乐 做音乐的人 那时候就这张照片 就说哇 就是这个阳光明媚的街上 她蹲在那里 哇 觉得真的是 但是又嫩媚又挑衅 然后又让你这个就觉得有阳光对吧 但是又挑衅非常有意思 那还有像这个女孩子 她就她也是也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但她也做一件事情 就她去做冰朗西施 她去做冰朗西施 她就讲她 她讲得非常好 她就觉得她去存 她说她的存在可以慰勞到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 赌博会输得很惨 所以她会来看辣妹来转运 所以她说那些客人会感谢她 感谢她 让她那天的心情会变好 哇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台湾的女人 其实这些娘娘 我是特别看到这些特立独行 非常有自己主张这样 而这些点呢 我起码 当然我也离开韩国很久了 当然我起码我觉得是 还是普遍我相信 韩国的女性是相对而言 是会比较保守的 只要想想看 她们现在 就女人 对不化妆 出门买菜是要被笑的 穿拖鞋出门 是被笑的时候 就知道 就是台湾的女人 反而是 我觉得是 非常可以 代表 代表 台湾的海洋思维的某种力量 最后当然我也想谈一下 今年 在我们出版界发生的一些事 就是 今年的波隆那书展 那是当然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 童书跟绘本的书展 这台湾 这台湾就非常重要的事情有 今年的故事绘本 是台湾的一个画家叫林年恩 他拿到了 拿到了故事绘本类的这个首奖 然后呢 我们今年 他的诗类的这个评审团特奖 是阿尼默这个画家 他所拿到的 他 他不止今年拿到 他去年才拿到了 漫画类 给青少年看的漫画类的手奖 所以我们今年 第一个拿到了故事类 绘本类的手奖 然后呢 诗类的 我们拿到了 评审团大奖 并且这个奖 是延续去年 同一个画家 连续两年拿奖 这个 意大利这个波隆那书展主席 就说太难得了 太想不到的事情 拍第三件事情 他们今年 意大利这个波隆那书展 上有个SM的一个 特别的奖 一万五千欧元 然后鼓励一个画家 可以用一年的时间 去创作一个故事 然后第二年出版 然后在素展现场做个特别展览 那这个也被台湾画家 拿走了 做配心 这样子 所以 我们拿到了三个的大奖 那并且今年 台湾的画家 入选 到波隆那插画展的 也是并列最多 跟其他两个国家并列最多 最重要的也就是说 在绘本 在图像创作方面 台湾是 我觉得这些年来讲 也是 很有海洋 这种往外拓展的这种精神 跟这种看到的一些成绩 这样子 那我接下来放一段简单的影片 这就是这个 阿尼默 这个秦匹得奖的这本书 不记得经过多少少年 我才能够来吃 尽量看到你的 蜆跟脆 平衡 和脆 你也慢慢看到我 我想要让你看到我的心脖 还有 贪败的灵魂 分的蜡蜡 一点一点 大海都想不了解 过年遇到一个河队上 车一小山 招过八万 进步队的后不走 烈烈 压压 就 就像布朗娜讲 拉卡斯讲的评审 他们就说 他们虽然不知道 到底台语是什么 他们完全 就第一个当然 他们看图 就非常着迷 就着迷了 就觉得这个画的 因为这个故事 他讲的是琴匹 他不只是 当然只是讲一个情书 他里面还有其他的含义 之外 他们尤其是 那个诗的东西 需要朗诵 他们听到了 这个 刚才的朗诵是 这个廖尤贤 这个音乐 这个创作者 他所朗诵 他们就深深的这个 着迷 这样子 所以就台湾的文化 以布朗娜书展 为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也是在开始 出去不断的向国外去拓展 然后也看出一些这个很不错的一些起端跟成绩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成下个阶段更努力的一个基础了 所以这些点来看 那就是说终于我们这个相对强调这种指往导内看 然后指这个强调这种稳定这种的文化 那现在我们开始往外看往外走 可以产生各种新的变化 产生这种非常独特自己的主张 不管在生活态度上 不管在创作上 都是让我觉得台湾接下来非常美好的 特质也是特征 反正这种眼泽 非常觉得来台湾了这么多年 然后觉得非常美好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